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呢 这个我们讨论西方跟香港的关系 现在北京呢要搞这个国安立法的决心 这是不可动摇的 非常坚决 我看中国的人大委员长已经在表态说 一定要完成这个立法的任务 那么这个香港啊 挡不住这样一个立法 但是呢国际社会有没有办法帮香港一把 这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 那么国际社会呢最值得关注就是 即将召开的这个G7的一个会议 就是说香港的最后这些希望啊 可不可以投射在这个G7的这个援军 那我们标题叫援军 这个问题呢我们想听听这个吴枪博士的看法 对了G7会议我们知道六月份就要召开 很快就召开了 那么彭定康上一周找了一些人 一一将近两百多人发了一个公开信 呼吁六月份召开的G7会议 要支持香港的自由 反对北京的国安立法 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 那么我们也看到相关的 比如说金融时报 等等一些媒体也发出了这种立场性的评论 要求六月份的G7会议 这些政客要支持香港民众 支持香港自由 要要要这是这些立场性的评论已经出来了 那么这是一个基本背景 就是G7对但G7还没开 还没召开 六月份要召开的这个 当然也是视频的首老会议 没召开 但是我相信在目前的局势下 在不久前 世卫组织对中国的这么一个问题讨论 其实只是通过了一个很软的决议的背景之下 我相信G7对于瘟疫的讨论的同时 也会对香港的问题做一些表态 而且这个表态会和去年九月份 G7的一个表态 我相信会更严厉一些 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呼吁北京方面保持克制 而是应该会有一些更严重的 更严厉的一些立场性的声明 就好像我们在今年初所看到的 北约的一些立场性的声明上一样 我相信G7在六月份 会有一些更严厉的立场性的声明 而且会寻求某一种解决的办法 当然只是刚刚开始 解决办法是什么 我现在很难想象 似乎国际社会 其实没有更多比较好的办法 北京方面基本上是在 我们刚才所讨论的 是在像日本1924年25年 自然维持法的状态一样 是一个一意孤行的一个状态 基本上是在大幅度的往 未来的全球对抗的姿态在转 那么留给G7的其实是 我相信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 不仅是在中美关系问题上面 不仅在香港问题上面 实际上是对于新冷战未来的构想的问题 我相信他们会在 今年的6月份的G7的视频会议上 尽管很短 他们应该会开始有所讨论新冷战的问题 毕竟5月20号在全国人大开幕前一天 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 已经发表了一个16页 长达16页的一个中国政策 中国战略的一个说明 那么这个说明 我相信已经是给G7会议定了一个调 G7会议还毕竟不是传统的 欧洲和美国的一个关系问题 它是更核心的更紧密的 跨大西洋关系 这核心国家的问题 那么有了5月20号的 这个国务院的这么一个 中国战略的 中国战略政策的这么一个说明之后 这个战略政策 我相信其实是给G7会议 一个定调性的文件 那么它会在相当问题上面 会有一些具体的 我相信会有一些具体的表态 只不过这种表态 我相信也仍然是一个 立场性的 目前好像国际社会没什么办法 除了按照去年的美国的 跟香港的这个法案 根据1992年的这个法案的一个修正 要取消香港的特殊关税区的待遇之外 似乎现在找不到一个更多的一个 应对中国这样一个咄咄逼人的一个对抗性的 一个办法 换句话说 对这么一个北爱化的一个香港局势的发展 而且毕竟现在还没有往北爱化方向发展 那么怎么样来预防性的 来给北京施加压力 或者给香港的立法机关施加压力 让他们在立法的时候 有所考虑 我觉得蛮困难的 所以这个历史进程 某种意义上讲 还是要继续下去 那么只是在证实 国际社会对于新冷战 已经加剧的一个看法 在坐实或者说在巩固 已经到来的世界范围的新冷战 而且是围绕着中国和民主阵营之间的 这么一个对抗性的关系 香港只是对抗性关系 被憨实或者说被坐实的第一步 这个是我觉得很 我看不到一个可以改变的可能性 那只能是在未来香港国安法立法之后 在由此所打下来的一个世界的新冷战的一个局面之后 也许才能找到一些其他的办法 毕竟香港跟古巴的情况不一样 它更像一种北爱南化的一种局面 那么这种北爱化的局面 其实是会要长期持续 其实是要长期持续 那么考验的只是G7 考验的只是民主阵营在长期持续的未来 会给香港什么样的一些帮助 那其实不是给香港帮助 它实际上应该是对跟中国关系 准备调整的问题 那么香港在这方面 国际社会当然也有损失 但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 美国在香港很多公司 全世界G7在香港也有很多公司 很多利益 很多从金融利益到其他的利益 但也许这些利益 我相信在现在国际资本 在逐渐撤出中国内地的时候 同时除了那些在中国内地 仍然有相当市场的这些资本企业 那么可能很快 他们能够做的 其实就是从香港撤离他们资本 那么就实际上是在加速 香港的一个空心化 就是让香港变得 没有价值没有意义 在美国在宣布取消香港特殊关税区 的到来的时候 起到一个减损的一个作用 G7的集团西方国家 尽可能减少在香港损失 我觉得这几乎是未来的 在武汉肺炎 新冠瘟疫之后围绕着香港 未来世界德局的一个 几乎是无可逆转的一些变化 香港越来越被放弃了 被放弃了 那这被放弃是 当然是伴随着道义上的 口头上的这些支持在里面 但实际上对香港放弃 因为中国和G7的集团 和北约集团的一种 对抗性关系的逐渐展开 这种放弃其实几乎是不可避免 当然中国口头上会谈很多 这是中国内政问题 但实际上西方社会 办法不太多 唯一有的办法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内政不可干涉 这个完全是不选 完全是没有意义的话 但是能够干涉 只能是香港未来 它的抗争出现某种 人道主义的灾难 人道主义的危机 一种人权危机出现之后 国际社会才有进一步的 介入的理由 那么目前 他们实际上能够介入的理由 是很有限的 在目前的国际法治秩序下 这是我相信是北京 能够一意孤行 能够蛮干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他们就是蛮干 看准了西方社会 在目前的国际秩序 对于这种法律手段 其实没有更多的办法 只有出现某种人道主义危机 出现某种人权危机之后 才可能 所以我相信 香港民众未来 某种意义上讲 是一个孤兴奋战的一种状态 而且要长期的持续下去 这是北爱化的一个 谈的很重要的一个局面 我们已经看过20世纪 太多类似的局部的这种 危机化的形成 从土耳其的亚美利亚人屠杀 开始我们整个二世纪 都充满着这种 人道主义的灾难 那么联合国的机制 其实就是为了预防这一点 但是联合国的这种预防和介入 其实只限于此 目前并没有发展出 更超出这种 有限介入的这种程度 这是21世纪 或者说中国 把国际秩序拉回到20世纪 出我们一直在谈 关东大地震 谈日本中国主义 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把世界的进程 拉回到了19世纪 拉回了20世纪的20年代 那么这是历史的大倒退 倒退回了100年前 那么我相信国际秩序 国际社会其实没有做好准备 没有办法 这只能是 是面对这种历史的大倒退 而无可奈何 只有未来的继续等待 让它发展为人权灾难之后 才有可能有理由 采取更真正的对抗性的办法 好 明白你的这个大概的意思 那么假设一个前提 就是西方社会 即使是铁板一块 也对中国这种 前面你谈到一意孤行的做法 无能为力 你是在一种基本实证的看法 是的 是的 基本上是目前是无能为力的 至少未来几年内 基本上除了道义上的 口头上支持谴责 一方面支持香港民族 一方面谴责中国政府 基本上他们能够做的是很有限的 当然能够做的就是 撤出他们在香港的资本 撤出他们在香港的利益关联 这也是他们唯一能够做的 那么你认为美国的 如果领先制裁的话 会不会起到某种意义上的遏制作 效果不大 效果不大 因为各国如果说看到这国安法的立法 不可逆转的话 那么其实都会采取一个撤离的方式 那么这种撤离也让这种 香港作为一个特别关税区的意义也消失了 而且随着未来 中国也开始单方面的主动采取一个 我们看这是两会上所谈的一个 内部大循环 现在两会在谈内部的大循环 当然他也谈双重循环 互相促进的问题 那实际上现在又陷入到了一个 中国自己开始单方面的 要把自己的世界工厂这么一个模式 要放弃这个世界工厂模式 要开始转向内部 那世界各国都开始转向内部 美国当然更早 那么这个情况下香港 他当年的繁荣是因为冷战当中 作为一个桥梁的作用 那么现在在新冷战当中 香港恰恰他的尴尬 是因为在新冷战当中 柏林墙见到了香港 那么失去了这么一个 新冷战当中的桥梁的意义 这个是香港的一个悲剧所在 他不再扮演着冷战当中的一个 桥梁桥头堡的一个作用 而且北京现在是左手要消灭 他在卫星冷战做准备 要左手消灭香港在冷战当中 所起到的一个桥头堡的一个 一个可能性 不想让香港成为所谓 颠覆内地 输出内地颜色革命 输出颜色革命到内地的一个桥头堡 这是北京方面我们说 把香港列为他的国家安全 最大的担心的这个四大担心 其中之一主要的原因 那么他现在就把柏林墙 他的国家安全防的 其实不是香港民众的抗议 他防的是担心香港输出颜色革命 到内地 他最担心的始终是这一点 那么在这一上讲 香港民众在抗争之后 也许会和北京的控制达成某种均衡点 这种均衡点就是让这种控制 抗议变成是可控的 至少不会让抗议跨过深圳河 那么他的国安法的目的就实现了 这是他扎柏林墙的主要的目的 就内部安全 才是北京真正的要在香港 扎柏林墙建柏林墙 搞国安法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不想让香港200万公众的抗议 输出到内地 那么在这一上讲 西方社会能够做的 其实只是在更大范围展开 全球性的新冷战的对抗竞争 而不是在香港 在香港他们只能是采取一个撤出的方式 那么这种撤出不会因为美国 对香港每年的审议变得来回摆 我相信一年之内 或者很快的一两年之内 民主社会传统的新自由主义的 在香港的资本利益都会慢慢的剥离掉 跟中国大陆的很多的 也会采取某一种形式的剥离 当然还会 如果有中国市场能够取得某种平衡 那么这种交流当然还会存在 但是已经变得是无处情绪 比如说美国通用汽车 也许仍然会在内地设厂 仍然要赚中国市场的这个钱 但是这个相互默认的 相互默认的 就好像美国仍然要进口中国的很多的 廉价劳动力的产品 中国仍然进口美国的农产品 仅可以但是香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就变得越来越弱 还会有继续在做贸易 但是更大范围的这种金融中心 更大范围的这种合作的可能 其实是在弱化 换句话说 香港以前是扮演着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枢纽 但是未来它会只会降级 它会降级 降级为中国版的低端全球化的枢纽 就像重庆大厦在香港的地位一样 之前我们知道香港是因为香港的 比如说中国银行周边的很多的超级银行 大银行 从花旗银行到汇丰银行等等等等 大量的这种金融中心在香港 香港的港交所等等等等 跟英国的联系 跟英国的政权交易所联系等等等等 但未来这些金融中心的意义 越来越跟重庆大厦 在尖沙嘴的重庆大厦的作用变得一样 它越来越多服务于被北京的红色资本掌握 控制或者它自己退缩之后 变得整是越来越服务于一带一路 亚非拉的这些低端全球化的地区 降级它会自身降级 随着国际大资本的撤退撤离等等 它最后就会自我降级 自我降级之后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对香港抛弃 那抛弃之后脱钩 脱钩以后才可能展开更高层面的 全球性的对抗 那么未来北京也不至于担心 汇分银行会成为什么 华为的一个告密者 诸如此类的一些角色 那么在香港本地资本的重组 几乎是不可避免 所以对西方社会来讲 他们也没什么可损失可担心的 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实际上是一个世界 新冷战到来的一个大变局的前夜 那么香港不会再有这种东方支出的意义 那北京会把它打造为 或者说自己会降级为一个 比如说19世纪末的一种状态 19世纪末的一种状态 它还是一种金融中心 但是已经是很弱了 只是一带一路当中的一个枢纽 一带一路当中的枢纽 仅此而已 那么我们相信未来我们会看到香港人民会流失 当然本地的人也会继续抗争 但是流失第二波的流失也是不可避免 那么西方社会能够给他的 只是人权上的人道主义的接纳 更何况香港原来的这些护照 特区护照的旅行自由就很大 那么西方社会能够做的 仅此而已 它很难再提供更多的更有效的东西 铜锣湾事件之后 其实我们就知道 未来也许苹果日报 这些都会消失 随着资本的这些清洗震荡都会消失 那么香港的未来 就是1949年之后的上海 我们其实看得越来越清楚 这个刚才我们是谈 假定西方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意志 仍然无法抑制北京的 在香港这样一种一意孤行 你已经说了 说白了 你就说了 北京自己要把香港的位置降格 把它降格到一个 一带一路上的一个普通的疏流而已 是这样一个感觉 那么还有一个假设 就是现在有一种讨论 就是西方 现在也无法形成对北京的一个共识 这样的话 正是北京 趁时在香港问题出牌的一个好机会 那么你讨议这种看法吗 您最后一句话能再说一遍吗 就是这个西方 现在它处于一种封裂状态 它跟美国是封裂的 它内部也是封裂的 很多时候在一种自顾不暇的这个阶段 因此它无法形成一个 在G7会议上形成一个对香港问题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态度 这也是北京现在敢于在香港下重手的原因 我相信西方社会的分裂 当然是大的分裂一定是存在的 那么G7就是在协调这种分裂 试图形成一种共识 而且只是第一步 我相信G7 6月份的G7的共识 仍然是很有限 也只是第一步 那么 西方社会的分裂 其实这个话 在我看起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因为 他们有共同的战略的利益 共同的文化传统 它的一致性 其实远远超过它的分裂 那分裂当然更多的是国别民族国家以及地缘政治上不同的考量和中国的这种利害关系的权重有有变化 而且不同国家比如说欧洲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面它的权重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会有这种差异性 但我相信过去几年二十年也在对中国政策上面 尤其过去四年三年对中国政策上面如果说有分歧有差异的话 那其实现在是重新走向一个团结的一个过程 就是新冷战到来武汉肺炎所促成的让国际社会尤其是像G7成员国 关键的成员国会重新形成一种共识 尤其是在川普的第二个任期 如果说他不再任的话 我想这种共识也许会形成的更快一点 那么这是未来会刚刚开始的一个重新形成一个对华政策 共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路线 他不会6月份的会议马上就形成 但是我相信会随着新冷战格局的固定化 新冷战格局的深化 那么西方社会围绕着G7成员国 更大范围的会更加团结的 更大范围的来形成对华政策的共识 当然这共识是底线性的 或者说他的这种共识的层级会不断的展开 不断的提升 比如说在人权层面上 那人权政治会在 我相信人权政治会在未来的西方世界 对华政策上面变成一个共识的一条主要的线索 而不仅在地缘政治上面 地缘政治上面 在地缘政治上面 在围绕经济方面 我相信这种差异性是不可避免的 欧洲也好 加拿大也好 美国也好 对华的贸易经济 他们都有不同考量 法国 德国都有不同考量 但是在人权政治方面 他们的共识会越来越强 这个我觉得是应该认识 未来新冷战的一个重要的格局 就是中国一直是以为经济上面的利益 利害 通过经济上的谈判 就能够分化西方 能够分化西方世界 包括他不谈意识形态 那么也能够分化 这是中国现在新冷战所展开的一个策略 就不谈意识形态上的东西 因为他汲取冷战经验的教训 是过于坚持意识形态 他现在不谈意识形态 以为西方社会也会处于一个 没有意识形态的共同的敌人 那么会处于被经济上的这些牵制 表现出更分裂 但是实际上我们要看到 在冷战期间 比如说1973年75年之后 欧洲也好 美国也好 在人权方面都逐渐的上升 赫兴基协议是一个转折点 美国其实在福特总统认内 人权政治 之前一直不重视的人权政治 也逐渐的上升 到了卡特总统认内 人权政治成为重要的 对外政策的一个指南针 尤其到1992年 美国政府 美国国会批准了联合国的政治 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之后 这个局面发生了变化 当然90年他们在这个方面 人权方面做的并不好 但是现在新冷战 我们将来有些会话 我们可以展开谈 新冷战的未来的这么一个格局下 人权政治会成为一个 主要的西方世界能够团结 能够对华展开 斗争的一个主要的战场 而这个战场不会只在日内瓦的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里面 一定会在更大范围的展开 而且伴随着各种的贸易上的制裁 经济上的手段 以及其他方面的对抗性展开 各种可能的这种升级的介入的方式 我相信未来随着香港人权抗争 自由抗争的这种展开 坚持生路 那么这种实际上它会帮助西方社会 形成这种共识 加强这种共识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们现在谈的实际上不是明天 下个月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现在谈的实际上是 两年五年十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瘟疫之后的世界进入到一种 黑暗的新中世纪主义的一种情况下 那么还有一点光明的话 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这是我们要最关心的 全球化往底上讲已经变形了 会往低端全球化和高端全球化 两个方向展开竞争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没有机会来谈 第三个问题 我们可能会来谈 或者未来下周来谈 就是中国在全球化 在经济方面展开的竞争 其实以香港为标志 就是展开一个低端全球化 和一个高端全球化的竞争 就是所谓的华为在当中 扮演的角色的问题 它用什么样芯片和民主世界 和西方的高端全球化 来展开竞争 中国放弃世界工厂模式 意味着什么 那么这两种全球化版本 其实在未来也是展开竞争 那这种展开竞争 这个其实竞争一开始的结局 我觉得我们就能够知道 低端全球化 不是说没有胜利的可能性 但是 我相信中国人民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才能赢得这种胜利 而且是共产党的胜利 实际上建立在中国人民 付出巨大牺牲的基础上 我不知道中国人民将来 又不愿意长期的来忍受 这是未来另外一个话题 但实际上 新方社会它会越来越在经济 政治 人权 各个方面 这种与中国展开对抗性竞争的这种 共识会加强 而不是分裂 我相信这种共识会越来越加强 分裂当然一定是存在 分歧一定是存在的 差异一定存在 任何民族社会里头都存在分歧的差异 但是并不重要 就像欧洲内部存在分歧差异 德国法国内部存在的 美国内部存在的各种分歧差异 那么西方世界当然也不是天满 也存在各种分歧差异 重要的不是这些分歧差异 重要的是它的共识 如何形成 在未来如何能够在新人代的格局之下 进一步强化 升级这种共识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它会 它是一个同时进行的 好 谢谢 根据这个西方和香港的关系问题 这个无强模式的观点 那个跟别的人有些不一样 就是说他认为这个西方的 即使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一个行动 也无法阻止北京的一意孤行 那么西方只能在未来的 这个香港事务中 主要是就香港的人权问题呢 采取行动 这是一个看法 另外一个呢 这个他认为西方在 这个香港问题上 这个问题呢 这个将来会就人权问题形成共识 这个在香港变成这个倒退了 这个他说倒退了100年的历史之后呢 反而有利于西方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看法 这个当下西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并不重要 他说这是很自然的一种分歧 但是更多的共识是在香港问题 发生零权灾难之后形成的 那么西方形成共识 采取对香港的共同行动 这是我们今天中国研究院节目